今集我們去到元朗楊家村 找到隱藏在群山之中的色路 這裏是香港抗日時期 游擊隊秘密的藏身點 這座大宅的主人 將他家借給游擊隊作為據點 接待過半百名的游擊隊員 我們一起聽一下楊家後人 講述當年的事跡 共產黨來到時是很熱心的 有些東西給我媽吃 還有很招呼難民 共產民每天都有百多人 在這裏吃飯給他們吃 吃完就走了 連續一個星期都有 吃一頓飯就走 不是這裏煮 其餘那些共產黨 計國軍這裏就在這裏住 借了你們這裏做基地嗎 是 在這裏做基地 一找這隻鑑山 到底這隻很偏僻的 沒甚麼人到這裏 很多這些地方擠滿槍械 2020年 有次家被說 被日本來捕捕檸竿 人員捕捉不到 들고來兒 Casey 那個地方소 有多少人住在這裏 有多少人來居住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這裏沒 robe 上不能別地 當日你 Although 你住了這麼多人 你自己害怕嗎 不害怕 共振党的人 跟我們一起玩 給我一些東西吃 我覺得幾歲大馬 給我一些東西吃 我喜歡你 我都不害怕 食爐屬於客家圍爐屋 現在已經被列為二級建築物 即使經歷過八十多年 楊家的後人仍然住在這裡 走在大宅之中 我們發現有不少地方的對戀 都有特別的意思 這上面的兩個字是屬氣 實際上這邊估計可能是女眷居住的地方 即是我們在這個地方住在這裡 周圍的人的環境都是有道德 我們大家都可以付上幫助 會長 剛才那裡的屬氣 就有說到是女眷居住的地方 這邊的刑場會不會是藍丁的編廳 我想都拍到齊了 這上面是刑場兩個字 這邊是適居新界華界 奴葉他鄉港戶鄉 他在這裡住 這個地方是新界 當時剛租給英國人 沒多久了 但他認為這裡仍是華界 仍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 所以他有一個中國人的情緒 這個就是全家屋最重要的地方 是他這個宗旨 他將這個堂叫做敦敬堂 敦就是我們要繼承和全城的意思 當中華民族的味道 都會多數在這裡 正因為有這樣的樣子 他能夠敦敬民族敦敦歷史 所以才在抗爍戰爭時期 做出那種一般人 不能夠出來的舉動 謝謝楊先生 今天帶我們參觀你的大屋 希望他都可以好好的保存 給你的下一代 好 多謝你 拜拜